据网络资料记载 2006年 这部电影在克里姆林宫首领的时候 普京故意把车臣领导人 和消灭车臣叛军的统帅 放在一起观看本片 其这些作用直接提高百倍 意义不言而喻 2002年初 接连势力的车臣叛军 随定兵分两路 跳出俄军包围圈 一路直奔西北方向的突围 另一路取到东北方向 直奔乌鲁斯科尔特山区 在得知叛军的这一动向后 俄军命令第76空降师第104散兵团 立即向该地区的776高地请建 负责带队的是 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普拉基米尔 此人作战经验丰富 尤其擅长阵地战 根据情报显示 车臣判军计划向临近的达基斯坦渗透 以便携失大量人质 作为和联邦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或是政府再向第一次车臣战争那样 达成妥协 所以104散兵团要不惜一切代价 挡住他们的去路 2月29日凌晨 也不羞心忠孝率领六连主力 团侦察牌等总计90名官兵 赶到了776高地 他们来不及休息 就立刻勾建防御设施 疲惫不堪的战士们 充分立游地形 在前方开阔处不知地雷 又在两侧勾建机枪阵地 因为该地区山路崎岖 士兵们只携带了枪支弹药 所见发射筒 其他重武器全部留在了基地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以后 还没缓口气 大批叛军就已经赶到 白岩阵地的士兵 端起机枪就是疯狂扫射 叛军成片成定地倒下来 很显然 他们还不知道死地 已经被俄军占领 想从这里绕到过去的想法 直接被终结了 被打得搓手不及的叛军 稍微调整了一下 又再次冲了上来 但很不幸 前沿阵阵地只用几顶轻机枪 就轻松地击退了叛军 并且活捉了一个 此类曾经是苏联军官 因为受不了政治的压迫 没有金钱 没有荣誉 转而走向了不归路 出于对同胞的尊敬 俄军并没有杀他 而是放了他 但是在路上 士兵卸料杀难忍心中怒火 这样的人杀害了太多战士 于是直接将一枚手榴弹 塞进了他的怀里 第一波战斗 到此也算是结束了 但是由于刚刚的遭遇战 是不期而遇 导致一部分新兵过度紧张 有一位手里还死死的握住 一枚没有扔出去的手榴弹 老兵发现以后 一把夺了过来 解决了他的尴尬问题 但是爆炸的声音 也给潜伏的狙击手指明了方位 新兵觉得队友在嘲笑自己 于是决定端起机枪 发起攻击 好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 但不料下一秒就被击中 一名士兵刚想查看情况 也被直接带走 处在阵地上的俄军小队 吓得都不敢露头 叛军一看 立刻阻止了第二波攻击 为了一举夺下776高地 车臣叛军先用榴弹发射器进行轰炸 然后发起人海战术 不断冲锋 一时间俄军被打到有些抵挡不住 伤亡惨重 炮弹不断落在阵地上方 几个小福利的前沿阵地接连释手 为此俄军也开始用排击棒反击 并且第一时间向总部申请支援 总部答应一会儿就派人过去 但下一秒就切断了信号 因为总部根本无人可派 车臣叛军看着不断失手的俄军 攻势越发猛烈 他们利用重火力 不断经济前沿阵地的俄军 再过一会儿 他们就要被包了饺子 全部阵亡 眼看局势岌岌可危 总部一些士兵 居然四发组织前往支援 他们带足枪支带药 登上直升机正要前往时 却突然被指挥官拦下 没有得到支援任务 任何人不准去 但士兵们不听他的 那些都是自己的战友 不能见死不救 看着他们坚毅的眼神 指挥官只好墨血 而此时处在前沿阵地的士兵们 已经被叛军突到了脸上 中尉立刻命令其他人撤退 趴来断后 在很不幸 他被一发火箭弹急晕了过去 等在醒来的时候 叛军拿着匕首正准备解决他 中尉见状 只是微微一笑 淡定的松开了手雷 看着不断失手的俄军 士兵跑到营长旁边请求撤退 但立刻遭到了营长的训斥 他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高地 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就算是打光 所有人都不准离开一步 看着营长坚决的态度 士兵只好离开 但没想到刚刚起身 就被一发榴弹击倒 战斗一直胶着不下 始终没有结果 望着不断从山顶撤下来的叛军 车臣内部开始发生了争执 俗俗两千多人 居然拿不下一个小山头 经过探讨以后 他们准备与俄军进行谈判 希望能够拿金钱收买他们 瓦利德举着白旗 走到了俄军阵地前 因为他和营长 曾经是前因苏联的战友 看在西日的兄弟情费上 怎么也能卖一分薄面 但不曾想 正在两人交流时 潘斗云头目居然只会举一手 解决了他俩 对于军人来说 这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吧 而此时前来支援的直升机也赶到了 他们对着山下的叛军就是狂轰烂炸 打队叛军以后 直升机成功降落 带走了所有伤员 但是双方的交战一直没有停歇 叛军利用迫击炮不断扩大优势 山下的叛军更像是疯了一样涌上来 仅剩的俄军躲在攻势内 只能认其尸杀 整个阵地上到处都是哀嚎声求救生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 幸存的武林慢慢的聚在了一起 他们检查了一下弹药 发现基本都空了 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 要不撤退 要不死亡 一旁的士兵微笑着摸起了刀 告诉众人 绝不投降 一定要完成任务 他们把军旗挂起来 脱去上衣 戴上背离帽 装上刺刀 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 再次走向敌人 直到3月的某一天 俄电视台开始报道了这次战斗 俄军司令部 这才开始向新闻媒体 透露了776高地上惨烈的状况 3月12日 俄总统普京 签署了第484号总统令 授予包括二英营长 也不休息在内的 6年22名官兵 俄罗斯英雄称号 授予其余69名官兵 勇气勋章 不过这部电影 因为俄罗斯英雄主义 气息过于严重 所以它的评分并不是很高 从制作水准和场面来看 甚至不如同题材的风暴之美好看 但是它的作用 却要比后者好得多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电影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